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股去冲上去做押管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开高 全球股市大涨是主要的原因 我先跟各位报告 你不要看我现在很胖 角度的不同 纯粹是角度的不同 我想将来会改进了 现在我们先做一些尝试 先这样一个引入的方式 台股的一个部分在今天开高走震荡之后 算是收高 因为它基本上还涨了85点 所以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强势的架构 不过这个地方有人在问 到底台股会不会回升 不会 我讲得很清楚 不会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台股会走高 因为美国股市大涨 美国股市为什么会大涨 很简单 昨天晚上美国的国防部的高官 这么说的 就是说 我们仍然寻求外交的途径 要来解决北韩的核武问题 这是美国的一个高官岛 然后北韩马上释出战役 那我们就把飞弹要射关岛的这一部分 我们延后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都是你们在讲 你们讲 嗆虾 两个在嗆虾 全个股市大跌 你们两个现在好像又没事了 所以看起来又没什么事情 全个股市又又上来了 这叫做马照跑舞照跳 台股不一样 台股跟美国股市不一样 很多人告诉我美国股只要创新高 那是美股 美股的部分确实 你看那个道琼指数你就知道 道琼指数准备要创新高了 你看 往上冲 那占上22,000点了 不是要创新高 那前一波高点是22,179点 昨天收盘是21993 目前看起来美国的电子盘还算不错 9月份的道琼 那么还涨了62点 涨了62点 好 那我认为台股的部分 我跟各位谈过 我说台股的状况不太一样 我们先看一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今天的掌声是没有量 然后呢 我们高点碰到什么 碰到这条线 这条线叫做季线 碰到季线之后 压了一下 就没有上去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件事情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二 就是8月8号 父亲节那一天 我怎么跟你讲 我说量太大 量太大 要准备 准备拉回 我认为是一个中期回档 当时被谈到中期回档 所以我们卖掉很多的股票 那么目前手上持有的现金部位是比较大 那有人问我说 那老师像今天的一个反弹 可不可以抢 不是不能抢 我也一样抢 我在会员抢进了一档股票 叫8105的零巨 我来收高 那为什么抢这档股 我待会跟各位分享我的观念 我想做股票做的是观念 不是我告诉你我买了什么股票 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 重要是我为什么买 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关键 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个东西 来 我们先从这个东西来看 我刚才谈到 排股的部分不可能回升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这个东西 8月8号这一天 不是有1334亿吗 这一天我称之为中期的筹码中栋 我在广播当中 或者在电视当中 甚至跟非凡的连线 我就谈到 中期筹码在松动 所以我们从上个礼拜二 8月8号开始 就开始在调节持股 然后保留现金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动作 然后这叫做 8月8号叫中期筹码松动 8月10号这一天 这一根长黑棒 别掉140点这一天 这一天叫做短期筹码松动 你看它那个成交量 1359元 都是1300亿的大量 换句话说 8月8号出现了中期筹码松动 8月10号出现了短期筹码松动 那你告诉我 这个盘在干嘛 短期筹码松动之后 做了一个别增反弹 因为它在 它在昨天的长黑棒 104点里面 那么又产生了新的恐慌卖压 所以造成了短期筹码松动 8月10号 短期筹码松动 8月14号 短期筹码再松动一次 不过呢 连续松动之后 它的股价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 一个架构 所以今天大盘就反弹了 好 大盘反弹 第一个 我们能不能确定 8月14号 以及昨天的10225 它是一个基准点 不行哦 不行哦 你不要以为是可以成为基准点 不是基准点哦 所以今天的反弹 就真的只是反弹而已 好吧 我把结论下给各位了 台股目前面临的是 中期回档的修正 所以在修正过程 它当然不可能一下子 一直往下掉 它跌升之后会反弹 但反弹上来之后 有些个股还会再掉回去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谈到的 那么换句话说 既然只是反弹不是回升 反弹要不要抢 可以抢啊 为什么不能抢 当然可以抢啊 所以呢 我们就抢了一个反弹 就抢了一个8105的凝聚 即使我用抢反弹的架构买凝聚 我一样考虑的非常多 换句话说 我今天的动作是这样 我让单股会员 跑进去双赢会员 跑进去买什么 买凝聚 就是比较偏转线的会员去买 一般会员我都没有动 我们手上股票 该报牢的报牢 该报现金的报现金 像我们报牢的股票里面 今天有一档很强啊 台俊呢 今天大涨4个百分点 都在一档二 这两个我们在除息前122块买 除息后我们成本降到110 然后目前收盘是132 所以我们一张大概赚了22块左右 好 这是台俊的部分 换句话说我在调整持股的过程当中 有些股票会保留 有些股票会卖掉 有些股票会卖掉 像6456的月总会保留的 这两个股我们是230块买的 然后呢 那么今天的收盘是313块 很多人跟我不一样 上个礼拜来我叫你调整持股 很多人把赚钱的股票卖掉 然后呢 然后套牢的股票 拉百折 老师我也调整持股 我跟各位谈到 我说会让我赔钱的股票 第一时间会占到卖方 第一时间会占到卖方 我会保留的一定是让我赚大钱的股票 所以我夜成的部分我买来230块 到今天收盘叫3133块 我一张都没卖 我一张都没有卖 好 我们来回来看一下 我刚才谈到了一个观念 大盘的结构先从大盘开始 这一天不是散步的恐慌吗 对这一天出现了短线筹码松动 短线筹码松动的情况之下 如果当天你把你手上的股票 赚钱的股票卖掉 你会产生什么现象 你把你赔钱的股票卖掉 你会产生什么现象 我用我的操作 当天的操作跟各位分享 当天我卖掉了6230的操作 我在当天卖掉操作 我做这一天 8月10号卖掉操作 那卖掉操作 我却保留了夜城 我给大家看 我后面的状况 有什么现象 很多人说老师 那个操作我们小培要不要撤退 我们可不可以保留等他上来 我说不 跌破我的停利点 停损点我就得撤 所以8月10号卖掉了操作 但是我保留了夜城 你来回来看一下 夜城在8月10号的低点是288.5 今天的高点来哪里 来哪里 来到322 保留夜城是对的 但这个时间 我在减码的时候 我卖掉了操作 当天的高点是119 今天的操作的低点叫95块钱 看清楚了 我再看一次 我喜欢跟各位谈观念 我不卖夜城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竞争力 我卖操作的原因是它什么 它的一个这个 竞争力减退 它第二届财报不如意习 你只要不如意习 我就撤 我就撤了 所以同一个时间 8月10号 当天的夜城大跌6.7个百分点 跌掉21块 我保留了夜城 但是呢 我却卖掉了623年的操作 操作从119打到今天剩下95 你现在回来看看 怎么做三对 会 我跟各位谈过很多人做股票什么 赚钱的股票跑很快 赚钱的 赚钱就跑 赚钱就报 我跟你不一样 我要调整持股 当然是让我 不会赚钱的 或者我该停利的 停损的 我会先做撤退 那我该保留会保留 好 回来谈 我们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关键点就是 台股如果不能确认 昨天的低点10225是低点的话 那 后面会怎么走 后面会有几个走法 第一个走法 好吧 如果我要确认它的低点 我会用以量确认 这个量说不认低 低不破低 才能见底 以量确认是什么 今天反弹上来 而今天成交量是938亿 那明天的再反弹 攻上季线 放大到1100亿以上 你至少要放大到这个位置 以上 这个 昨天的这个大量是1079亿 你至少要比昨天的成交量来的大 所以相对来讲 如果回到1100亿以上 站上季线 然后拉税根中红棒 我可以 可以确认 昨天的8月14号的低点 10225是低点 它是第一只脚 如果没有 它的可能性 就持续的往下掉了 持续往下掉 我认为 可能拉回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 但不管如何 今天 为什么我要进来去抢81050去 那 几个理由 人气可用 人气可用 强强短吧 强 就算我是强短 你看我怎么思考 昨天的邻居一根长黑棒搭下来 今天邻居开盘跳 跳高上来之后就没有再跌 第一个我会买它的原因就是 我没有开高之后走低下来 如果是开高走低 你连碰都不要碰 传球金不是这样吗 对吧 所以同样的邻居的一个部分 就技术面的角度来讲 它开高之后 还往上攻 而不是开高之后往下掉 第二个 第二部分 邻居现在的价位 在19块这边的一个价位 在19块这边价位 它具有什么一个利基点 好 邻居的利基点是 它的净值在18块半 它的第二季财报 那你看它第二季财报 第二季赚了0.46元 赚了0.46元 等一个季度赚0.46元 那我们用未来四季的角度来看 邻居未来四季有机会赚到2块钱 如果有机会赚到2块钱 目前的股价在20块以下 等于你不知道 等于你大概在10倍以下 然后呢我刚才谈到 净值在18块半 所以买在19块出头 是不是净值比大概1倍 在净值比1倍 而本益比10倍以下 第一个它具有价值 所以 我买股票一定是从价值出发 然后用成长化梦 那邻居的梦在哪里 邻居的梦在于 邻居的梦在于 有一个日商叫 四代线的一个产能 因为Otus 是在日本的一个中小尺寸的一个面板 它本身只有一代厂 可是它有很大的技术 叫做高解析度 省电 还有强光下可视的专利技术 而这部分的技术将来有机会 有机会哪 有机会转让给 或让凝聚 来去做一个什么 来去做一个这个接收 可以移转给凝聚 是对邻居来讲 它未来的一个爆发似的出来 然后再回来看一个东西 看什么东西呢 今年的邻居 邻居已经不是中小尺寸面板 它已经切入到所谓的 这个 它的中小尺寸面板 它不是做手机的 它手机的部分 已经慢慢再占一下 所以它已经切入到车用的面板 诶 车用面板 它的毛利率比较高 而且第三季会有新款的产品出货 这一部分包括马自达 包括了克莱斯勒 包括了D&W 这个订单在第三季掉出来 所以我问各位 我即使是强转一档凝聚的股票 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功课 影响在这个市场当中生存 只有一个方法 不管你买跟卖 第一个策略要搞定 一定要搞清楚 会赚钱的公司 才是大颇段的股票 不会让你赚钱的公司 你买进去之后 不对叫撤退 这是第一个策略 第二个不管我买长线还是买短线 我都要先做好研究功课 这叫从基本面 从基本面选股 然后技术面来操作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说 做股票想要赢 不是这么简单 重要的关键是在于 你的观念改过来没有 不管如何 大盘的结构反而上来了 该抢短的 我也带会员抢短 剩下的拖断布局的股票 我在等 等什么 因为大盘的第一只脚没有确认 我等大盘的第一只脚确认之后 拖断布局的股票 拉回之后 就是买点 欢迎各位跟上梁老师的角度 先接收看 明年同期间再见 拜拜